一個人最緊張 50公斤就好 50公斤 大姐 對 先冷靜喔 對啊 不然太過分了 11點多就要結束囉 11點多要割 不要吃飯嗎 可以啦 好啦 那我們要解散了 我要去割了喔 不要吵我了喔 好 你要認真一點喔 我絕對是那個最認真的啦 因為 反正我們最主要 最重要就是撐重量 好 對啊 那我們就不用剝啦 你知道贏得這個比賽 獎金馬上累積到20萬元 這個還有這麼多 對 真是好節目 這個刀有夠力的耶 沒事吧 你可倒手了 對啊 我只是削一下 我剛剛只是這樣 輕輕地這樣刮過去 不要不要 你不要這樣 我只削到表皮而已 不會啦 這削到表皮而已 快下去 我要去沒有冷的地方 不可以搶我的孫子 拉給你了 這邊很多耶 所以要往下走啊 你怎麼那麼多 你不要削了啦 給我下面的 不行啊 這個太大了啦 可以啦 可以啦 他很多爸爸媽媽在旁邊 好吧 讓你都拆成人家的家庭 我也不客氣 不要客氣耶 別怪我狠心啊 我不是這種人啊 是因為形勢所逼啊 其實很累耶 其實很累 對 習慣了 習慣就不對啦 對啊 看暴行就太累了 我還是不要習慣嘛 我們去年沒有割耶 去年更多啊 去年沒有割 沒有什麼損 去年沒有損啊 所以今天寶貝 所以收起來特別開心是不是 對啊 對啊 那我應該去年來的 應該有意料到 要來當理想做這個事情嗎 我以前節目都在做這個事啊 好 所以就習慣了 下輕就熟 習慣了 但是我不知道 當理幹事還要來做這個事情嗎 村長都在幹了 夠多了嗎 我這邊還有很多 我這邊還有一個還可以裝 但是我這一堆的玩家 這邊很多啦 你來這裡好了 我們結盟啦 我們結盟 這要有策略性的 小心啊 好的 姐姐 你們有沒有在砍竹筍的時候 在竹筍園裡面談戀啊 哪有啦 怎麼可能談戀啊 都很累了 沒有心情了啦 有沒有很相愛還會親親 沒有 你太相愛了 這個太浪漫了 有沒有 是喔 不會喔 對 你談戀會不會揍 走 走